英国歌手哈里斯泰尔斯 因其带萌的气质和眷眷的头发 被国内的粉丝亲切地称呼为哈卷 接着他与奥地利·维也纳开唱 却遭观众席飞来的不明物品砸中左眼 痛苦画面让许多粉丝感到极度心痛 哈卷日前在维也纳举办Live On Tour巡回演唱会 其中一段表演 当他沿着舞台边行走时 台下却突然只出一个小物体迎面飞来 正中他左眼周围 只见他随机弯下腰张大嘴巴 并用手捂住左脸神情十分痛苦 但为了不影响演出 又立刻起身继续移动 一个月前 哈卷也才因为歌迷丢花束导致脸部被砸中 虽然粉丝行为大多没有乐意 但此举仍引众多网友的讨论 最近怎么都往台上扔东西 砸伤好几个歌手了 到底为什么会有这个风气出现 国外歌迷现在是流行扔东西吗